主内 亲爱的兄弟姐妹 大家平安 要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 得舍弃一切跟随他 然而舍弃的不只是外在的权势富贵 更需要舍弃自我修德行善 跟随主的脚步在光中行走 什么是重要的德行 四书德 心灵被罪恶及伤的人 要保持道德精神的平衡与稳定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基督四个人追求德行的恩宠 与圣神合作 远离邪恶 忠然喜好行善的热火 请问老师 什么是德行呢 圣儿我略 尼撒解释 德行是一种坚持 行善的态度和习惯 并以最好的能力完成善行 有德行的人 以被感动的精神和全部的力量奔向善 他选择并且实行良善的事 德行出于理智和意志 并且坚决实行 行以为常就成为美善的行为 有德行的人 有德行的人以理性和性德管理情感 自我节制 自我操练 引人向上 自由自在地 善渡伦理生活 老师 人天生就具有伦理道德的行为能力吗 并不尽然 因为人的德行 是透过教育 经过自我抉择 和努力不懈的修炼而成 人蒙受天主恩宠的进化和提升 而且在圣神的祝佑下锻炼心智 才有行善的能力 德行主宰所有的良善能力 其中的四书德 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请问老师 什么是四书德呢? 顾名思义 就是四个具有枢纽角色的德行 智 义 永 节 智慧篇启示了四书德的特点 你爱慕正义吗? 应该知道 德行是智慧工作的效果 因为它教训人 节制 明智 公义和勇敢 在圣经中 这四个德行 备受赞扬与推崇 老师 可以逐一地解释 四书德的意义吗? 智德是行为的正直规则 智德主导理性 在任何环境中辨别真正的善 并以适当的方法行善 明智的人 明智的人准确地运用 我世上不胜出 我世上不胜出 他谦卑 智慧智地与天主来往 所以也称为前进的德行 义得尊重 义得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力 只按正义 善待自己的同胞 虽然身为主人 心中却常尊重天上的唯一主子 以正义和公平 对待属下与仆人 勇得 坚定人的意志 抗拒诱惑 以毅力克服困难 恒心不懈地追求美善 我们应当歌勇 上主是我的勇力 铭记耶稣的安慰 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 然而你们放心 我已战胜了世界 请问老师 勇得具有什么特点吗? 为了维护正义 勇得令人成就正直和圆满的美善 以及是非分明战胜恐惧 冒险患难 勇往直前 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所喜所爱 甚至誓死如归的见证真理 勇得 正确地调整自然的情感和乐趣 教人有节之地使用 万事万事万物 为了确保意志的自主能力 去测试人的欲望 适度地适度地劫得 以义得 服从唯一的主 以智德辨别一切事物 避免任何诡诈和谎言的侵害 本集的教理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会